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is 相信大家有留意中山的新樓盤 都知道海鴨奔分城最近非常有人氣 他就是在南投站隔離 所以我今天嘗試在珠海站搭高鐵過去實測一下 走吧 等車的時候和大家說一下方向 在珠海站出發要去南投 這裡就不會看到南投做終點站 因為通常都是廣州南站 聽聞其實由南投去廣州南那邊 都是15分鐘的車程 所以那一輛車應該是途經中山 然後去南投 最後終點是去廣州南站 雖然是這麼說 但也不是每輛高鐵去廣州南站都會經南投 大家最好訂票之前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已經成功上車了 這輛列車會途經珠海的明珠站 和中山北閘後 大概在3點15分就會到南投站 那就欣賞一下風景先啦 我已經到了南投站了 究竟現在時間是3點12分 那就真的和高鐵站的預計時間差不多 由珠海過來這邊就大概45分鐘就到了 由南投站出來 由南投站站出來 然後開始就會見到一些廠房 還有一個小小小的隧道仔 然後就真的見到海亞繽紛城 這裏最面向出來就是十棟 昨晚也有看影片做一下功課 對出就會是一些很漂亮的道路 在南投高鐵站下面就有一個公交車站 除了可以往返南投市場之外 亦可以去到容貴、小纜車站、中山汽車總站 拍攝當日實在太熱了 所以我們決定在南投站打車過去附近的購物中心 附近的環境雖然比較原始 但一些生活配套也有 而亦途經另一個樓盤 雅居樂要月台 大概十分鐘車程之後 就到金盛龍購物中心 商場主要以服裝零售和超市為主 餐飲料就比較少了 如果喜歡煮飯的朋友 亦可以去旁邊的將軍市場 喂喂 在道生活Handle的微信group開了 還快點在道 join我們 素描螢幕QR Code 我們等著做來灣區第一班朋友 好 走完商場之後 我們就沿著合勝路的河沖 走大概二十分鐘 就回到海亞奔分城了 又跟大家說說方向 這裡再往前去就是高鐵站 我們沿著高鐵的軌道 然後到這裡就是我剛才去了商場的位置 走四個字左右就會穿出來 由商場過來這裡 這是一個將軍社區 有一些舊樓 然後再繞過來就是海亞奔分城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下面的一些商店都是出租了的 然後我們就離遠已經看到蛇絲曼的圖片了 好 看到那些住宅其實都已經入了火 還有真的入住了是有的 都普遍很多衣服都在浪 這段是十六棟這邊 但是下面的商店就比對面少 看到這裡一般的菜料液站 便利店都有的 再前面一點就有前大媽 但是對著這邊的馬路 就有多少少的商店進駐了 還有一些寵物 前面有一個小小的茶餐廳 即是說就算那個大的商場 還未正式入伙的話 這裡也不算是完全沒有的 其實都有些小的餐廳 美宜街那些全部都有 菜料液站那些都有齊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都代表真的有人住在這邊 原來有一個位置是二樓商業街 上來就可以安裝一下崩分城的樓間距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小小小小位 就是高鐵的軌道 再遠一點就是公寓 即是八九十棟 這邊就是住宅 其實樓間距 以現在我站在這裡這樣算是OK的 那裡前面可能就默了一點點了 但是以環境來說 整個圓林那些 我自己感覺都蠻舒服的 再補充一下高鐵的軌道去那裡 公寓去那邊 所以商場就在這裡旁邊 這裡下面的 這邊就真的是住宅來的 我們在剛才那條街 就出來就看到一個十字路口 真的看到這邊的景象 就是比較原始一點的舊樓 還有第二些樓盤 繞來這一段 就會看到海阿斌分城的售樓部 其實這個售樓部再往前走 就會是南投高速收費站的口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剛才拍的那條街 然後再繞過來 這裡又有一些商鋪分兩層 我就剛才上去看了 其實再遠一點就會是海阿斌分城的商場地點 但現在那邊是封路的 因為商場是正在興建的 再走近一點看 就真的看到商業看 現在暫時就是這樣 在這裡走了一段時間 還有剛才搭車 過去商場那邊 其實都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圍著整個樓盤 有很多重型車會經過的 就會導致到一來會失車 二來會不會噪音和環境的問題 都要考慮一下 好了大概就走了一個圈了 但是其實都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車的話 就真的不要自己這樣走 因為整個樓盤 有一些位置還未完善 它都仍然是一些地盤 的確真的走得有點辛苦 好了 我們回程就會回到唐家灣 因為三鄉最近的一個高鐵站就是唐家灣 我想應該都要差不多半個小時 大家對於海阿崩崩城 或者各位業主 又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剛才在高鐵站出來 對面那邊的入口 是未開的 所以我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所以只能夠看到 現在這個情況 雖然說海阿崩崩城是屬於中山市 但是看地圖 其實與佛山的順德區都非常接近 由南投站出發 去到佛山地鐵3號線的順德學院站 大概要20分鐘車程 而這條路線 亦可以轉成去到廣州地鐵的7號線 途經廣州南站 換句話說 除了可以在廣州澳大橋北上回南投之外 亦可以在廣州南站南下回南投 住了在中山一段時間 如果沒有車的話 打車和搭公交車的成本都挺高 如果可以運用佛山地鐵的配套 相信就是南投鎮的地方特色了 不知道各位業主會喜歡哪一個方法回到自己家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交流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會有個影片 我們會 каб stars 不敏 我們會去看 我們會聊天 然後我們會聊天 我們會聊天 我們會聊天